本土的意識其實就是 入了大學 或者是A級的那段時間 直到入大學那段時間 開始有一本書叫《香港成功論》出現 才開始了解 是一路經過不同的社會事件 經過我在大學的時候 看學院的幾本期刊和《香港民族論》之後 才覺得如果要找出路的話 本土運動是一定要走的路 因為你看到我們的文化 我們本身有的生活方式其實是變得很重要 真正的目標其實是貫徹和落實 香港是成為一個自治的地方 而那種自治的自治 就是我們要由一個民選的政府 向人民負責 而這個政府也會保障這個地方人民的生活 我們都不小心 我們不用了 或許在書中 歷史和局面 有兩位 聽說 有的